Hello everyone,大家好,我是Joey,是Joey是 我 大家看到我今天這個新造型 有沒有感覺很像那個 康永哥 對,沒錯,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的新身份就是 啾啾船長嚴選水產的伴娘 好,接下來是工商服務時間 朋友啊,你那是該吃海產 如果你喜歡新鮮海產的話 那歡迎大家關注這個粉絲專頁 還有他的Instagram 那目前呢他的品項是比較專一一點 目前販售的品項呢是白蝦 但之後會陸陸續續增加 所以喜歡海鮮的朋友們不要錯過了 有沒有很像在直播賣海產的感覺 好啦,關於這個水產小舖的開張呢 有很多人有非常多的問題想要問我 那當然也是對於他們所購買的白蝦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我就來一一為各位解答 為什麼突然賣起了水產 是為了要賺錢嗎? 其實我是希望能夠分享 那跟不太認識我的觀眾朋友們說明一下 我家是住在高雄茄定 它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漁村 這樣從我家走路 30秒會直接到海邊 那我的房間就在2樓 我是可以直接看到海的那種海景房 所以呢,我家自己其實是有一個餘溫的 那我們家是養的呢 是虱目魚跟白蝦 那目前呢,我這個平台上是指販售白蝦 所以其實因為我從小到大就吃了各式各樣的海鮮 我是每一天一定要吃海鮮的人 那我最近為了要減肥 我就把飯換掉,換成蝦子 就變成高蛋白嘛 那就少一點澱粉 所以我可以說是以海鮮把它當作飯吃的人 那我覺得呢 我吃到這麼多好吃的海鮮 然後又去外面吃別人的 你一定有這樣子的朋友 就是你朋友家裡可能是養水產啊 或者是他是住在海景亞的人 他去外面吃什麼都不合 他就是超挑超難搞 因為就是對我們來塑外面的海鮮 真的吃不入口 就是沒有自己家裡的這麼新鮮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家裡有那麼好的東西 我應該分享給我的朋友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也會把蝦子送給朋友們 然後他們常常說 欸Joyce這很好吃 然後我想要買 或是我想要更多 也想要分享給我的朋友 可是我可能就跟他講說 啊沒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在賣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很上遊嘛 所以我們會給那個收蝦車 那些中盤 把我們的蝦子收走 所以這樣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家裡的蝦子品質是很好的 他如果跟其他蝦子混在一起炒成一盤菜 我覺得捨不得 因為他的高品質我覺得值得給他 成立一個品牌 所以我才成立了這個 揪揪船長嚴選水產 就是希望 把自己日常吃到的 這麼好吃的海鮮 可以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那其實呢 目前我們只販售了一個品項 也就是白蝦 那未來會陸陸續續有更多的品項 我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平台做大 然後讓大家想到 就是如果我要買新鮮海產的話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啾啾船長這個平台 因為其實 剛才講過了嘛 茄定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漁村 那其實我們鄰居呢 他們也都有 他們各自很好的漁獲 像是有人的烏魚子真的很好吃 然後有些人養了其他的水產 也都是非常新鮮的 只可惜他們沒有一個管道 因為你知道鄉下 可能那些爺爺奶奶呀 不知道怎麼做行銷 他們可能自己開了一個小小的店 你就會覺得 看起來暗暗的 或者是網路上又沒有評價 我不敢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就很可惜 所以未來呢 是希望能夠收集 鄰居們這麼棒的海鮮 然後一起到這個平台上面 除了可以讓平台更豐富之外呢 也同時可以幫助我們這些的漁民 然後讓他們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有更好的一個曝光機會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樣說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這個平台 未來會有 不只有我自己的產品 就是不只有我自己去養殖的白蝦 也會有其他很棒的魚產品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憑什麼要找你買 我為什麼不去跟他們那些人買就好 我覺得我這邊呢 也做到了一個品質把關的一個任務 因為海鮮實在是太多種 你光去魚市場買 然後或是去全聯啊 家樂福 有那麼多種不一樣的 你要到底怎麼挑 哪些是新鮮的 而且海鮮的標示或者是 它的鮮度 如果你是不懂的人 哼 簡直就是冤大頭 你很容易被騙 所以我這邊會擔任一個品質把關的角度 所以我可以確保就是 我這個平台上的海鮮 都是經過我自己檢驗 其實是我自己吃掉 經過我自己吃過 然後我自己去了解過後 我覺得是值得跟大家推薦的 所以我這個平台就是希望能夠做到這樣的事情 在包裝上呢 我其實就做到一件很基本的事情 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為其實我有到一些市場去做市場調查 然後我也在Facebook上面找一下 看其他人都怎麼賣 他們包裝是怎麼裝的 然後我發現有一些包裝會讓我覺得 就是 不那麼喜歡 有點像是就是 我拿到這盒蝦子 然後它的虛還粗出來 或者是它那個蝦子的水還會溢出來 就讓我覺得 喔 髒髒的 或是手拿起來就會臭臭的 一拿到的第一個印象就不太好 所以我自己包裝就是做這樣乾乾淨淨的 不會有任何的水滲出來 雖然可能買盒子的成本比較高 不過我覺得 這些都是值得的 因為呢 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我才敢呈現給大家 我自己都不喜歡的 我賣給大家幹嘛 另外我們包裝都有做過測試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在網路上說 啊 我們這個盒子可以微波啦 可以耐冷 什麼負二十度啦 但是其實不一定 所以我當時其實買了非常多 不一樣種類的盒子 然後每一個都給它做過 那個冷凍的測試 所以我才能確保這些盒子 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就是送到你手上 然後發現 呃 它凍到裂開 那不是神尷尬嗎 你會發現 就是我在賣的蝦子 我用的單位就是一斤的 其實一斤就是我們 行啊來的那種行話 我們在賣水產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用斤來算 真的沒有人在算什麼公斤 或是公克 因為我知道 在外面賣的很多 都是賣五百公克啊 兩百五十公克 那就對我們來說 就我們一聽到你是說 欸你要買幾公克幾公斤 我們就知道 欸潘奈來了 這個好騙 它根本不懂 那一斤呢其實就是六百公克 所以我們在測量的時候呢 像我們 我自己在包裝啦 我會先量那個 盒子的重量 盒子大概二十克 所以我給你的蝦子 其實我會量到六百三十克 因為我還想說 就是有一些水重啊 要扣掉 所以希望大家拿到的蝦子 其實都是 蝦子本人進重六百克 而不是加上包裝 哩哩口口六百克 那我之後呢 也會再另外做一集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 要在外面買蝦的話 你要怎麼看那些標示 才不會被騙 那我在這邊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外面你可能會看到 蝦子的大小的標示 它可能會寫 五十一撇六十 那就表示 一公斤裡面有 五十至六十隻的蝦子 那大家應該懂 它是以公斤來做單位 但是我們本身就是 在市場買賣 其實都是以金 來做單位 運送方式 我們是採用 黑貓宅急便的那個 -15度的低溫運送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而且另外呢 不管你買的多少 我們都會附給你一個 保麗龍盒 那它的保冷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自己測試過 我當時是從高雄 然後帶蝦子到台北 我用保麗龍盒裝著喔 然後我測試 從早上放到晚上 那個蝦子裡面 還是結冰的 所以保麗龍盒的 保冷效果非常好 所以就是為了確保 蝦子送到你們手上 都還是很新鮮的 那講到保鮮呢 其實冷凍技術 就非常的重要 大家可能常常會 在外面買蝦子的時候 看到盒子上寫什麼 活體冷凍啊 沒錯 那像我們蝦子 一抓上來呢 我們把它放在水裡 不只是水裡 而且是要放在冰水裡 可以保持它的活動 那我們呢 是裝和完畢之後呢 直接放進冷凍庫 活體冷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它還活的時候 就被動起來了 這樣子的蝦的肉質 會是比較好的 聽起來有一點殘忍 但是 好吃 再來一個問題呢 就是大家很常問的養殖方式 那其實養殖方式 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混養 一種是鑽養 那我們就要采用的是混養 那這個時候很多人會覺得 混養 聽起來感覺很龍功 因為鑽養 聽起來很鑽 很專業的樣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欸 其實 不一定 因為我們這邊混養呢 我們家是跟釋木魚混養 它是採取一個比較生態的方式 我們就是營造一個生物鏈的循環啊 就是它在這個池子裡 就像是它在大自然一樣 有小蝦 有小魚 然後有小草 它們真的循環會是比較天然的 就像是它 一般的生活一樣 可是鑽養就是 這整池就都是蝦子 這個叫做鑽養 那混養呢 像是我們 不會特別給蝦子飼料 因為它吃的東西 就是像是 釋木魚吃剩的飼料 然後釋木魚的糞便 或是釋木魚的那些皮屑 所以就是讓它呈現在一個 很自然的狀態中生活 而且混養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蝦子的活動性 會比較好 你就想像 如果蝦子今天是在海裡的話 它其實是要自己去找食物 自己去覓食了 所以它要多一些活動 才能找到食物 因為如果是鑽養 你就很像 是一個大爺 我就躺在那裡 然後就有人餵我吃 我就這樣 這樣 就有東西吃了 可是我們家裡的蝦子 是 就還要自己去尋找 哪邊有一些食物 這樣子 所以它的活動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肉質 嘖嘖嘖嘖 比較Q 那鑽養呢 它的水質就比較容易變差一點點 因為它沒有這樣 所謂的自然循環 所以它可能就要添加一些 益生菌 讓這個水裡面 更有營養 那所以我們混養的話呢 就是靠它們 自然而然的水中 就有非常多養分 所以我們就 不會再另外加東西了 你這是海還是淡水的 意思就是 你這個是海水還是淡水 答案揭曉 我們是0.5的海水 所以就是 一半海水一半淡水 好啦 以上就是對於啾啾船長 嚴選水產的白蝦 一些基本的介紹 因為大家總是要了解 自己買回來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它有什麼樣的思想 或者是它是怎麼樣被養出來的 這樣大家吃了會比較安心 唉唷 但其實你不用知道那麼多啦 就是就養的就安心了啦 啊好啊不是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了解 大家養殖其實是非常辛苦的耶 非常的用心 那我未來也會拍更多影片 來跟大家解答更多問題 像是 怎麼樣買才不會被騙啊 然後另外有一個 很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怎麼煮 比較好吃 或者是大家拿到這些 很新鮮的水產 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非常重要 我一定會教你怎麼處理 因為 我很怕你把我好吃的蝦子 煮到不好吃 因為 怎麼煮 怎麼料理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其他的 我會開放 就是大家在線上發問 大家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問我 那我會把這些 有趣的問題 也放在我下一次的解答裡面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來跟大家說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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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